通过2021年到22年 我们对维沟里面的三座大型墓葬进行了发掘 我们一般把这个称为甲字形大墓 甲字形大墓特别是以M90为代表的这座墓葬 它的墓道有38个巡人 那么它分三层埋葬 从上刀下一次这样排列 成排分布 那么第一层是有两排人 第二层有三排人 那么第三层是有两排人 那么这个人 我们通过初步的体制人类学的判断 这个人有女性也有男性 另外他的身份等级是有差异的 那么除了墓道有38个人之外 在墓室 因为墓室的大部分是被盗绝了 而且是早年盗绝的 在墓室的我们叫二层台上 这个台字上也发现了有五具训人 我们这个墓葬的墓前来看的话 是西州时期墓葬训人 这个数量是最多的 数量最多 虽然它的一部分被破坏了 倒决破坏了 如果没有被破坏到 我相信它的虚人还是更多 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